用餐時間 餐廳員工的手沒停過 這間位在台中的73年 老四號餐廳慶元春 連續4年獲得米其林必比登推薦 許多名人也都是座上賓 但現在捲入柯文哲的假賬爭議 仔細看看柯文哲的競選支出 其中兩筆到慶元春的餐費 都是26703元 交易日期又剛好都是去年9月23號 最後被質疑同天到同樣餐廳 用餐兩次 消費金額又剛好一樣 機率有多低 餐廳員工私下低調表示沒印象 不過9月23號當天 柯文哲原定行程確實在台中 但當天碰上屏東大火 對外行程全取消 治療姐只有私下出席 木可周邊小物快閃電 可辦回應查證中 但先前民眾黨就被質疑 選舉經費分配不均 這回在同地方黨部的反應 不難聽出頗有怨言 三選黃成鳳水選台中財富報道